第三名跟第四名,我們現在就直接公布了 非常棒,你也沒得看了 第四名其實是中國信託 第三名是玉山銀行 很棒,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玉山銀行 他到底有哪些人覺得他很棒 我們來念一下 先講一下他的基本資料 玉山銀行這次有49個人投票 選擇玉山銀行 他的得票率是13塔 真的是1313,玉山就是13塔 所以每100個人裡面就有13個人投玉山 玉山也是其實是大家很喜歡的銀行 我們來看看就是玉山銀行大家對他的意見 拍錢包信用卡 新戶合卡神速,無召匯,額度又高 這個真的是很不錯 請大家就是要多多支持 我咱們的這個拍錢包信用卡的辦卡 如果我們這一團就是夠多 將來還有機會就是我再跟拍錢包APP那邊 就是來多要一些好康回饋給大家 真的是請大家要好好就是 再多看看這些卡片幾眼好不好 我明天就要把這些樣卡寄回去給我們拍錢包的 對因為是他寄我樣卡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只有一張的 還有沒有其他的信用卡 所以請大家就是好好的再看他最後幾眼 他就要跟我們說 goodbye 玉山拍錢包信用卡真的很不錯 再來 拍2.5%雙場用還可以折水電 真的很不錯 我家接下來的那個電費都是可以用 就是這個拍的點數折掉 真的是很好 因為87分不能再高了 所以有人真的是寫87分嗎 拍信用卡不限通路2.5%點數回饋 很多人都是想拍卡 我使用的是拍卡回饋大方 但PPK使用的通路太少了 你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覺得最好用的通路就是 第一個話就是你可以在那個 全家便利商店然後就是來買東西做折疊 就可以全額抵掉我覺得還不錯 第二個話就是你可以在PC用買日常生活用品 對然後你可以把它就是拿來買東西 比如說買衛生紙啊 像我這次過年就買一堆餅乾 然後給家裡面吃 這個也不錯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那個 什麼可以來抵水電費 這個台北市的水費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這個全台灣的電費 都可以拿來折疊 個人覺得是非常好用這樣子 這個 預下銀行其實真的是不錯 對 謝常立說PP在全家折疊沒有發票 對沒有錯 他全家折疊沒有發票 但是他好像也沒有辦法可以讓你設定說 你可以折疊多少錢 然後保留一元結帳不行 所以他就是你的PP如果帶來你的結帳金額 他就全部抵掉了 這比較可惜 對 再來說那個THRE004EKIN2說 寶大現在敢用牌錢包取代之前的COCO P水電嗎 沒有錯我現在的水電費基本上就是 就是拍卡來做支付維除這樣子 對 壓抑 那個玉山銀行的主帳戶功能也很適合 喜歡用信用卡信封理財的人 以前申請特別主帳戶的金融卡去年開始用那個 對我之前有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後來就跑去把我的玉山主帳戶 然後申請了四個主帳戶 但是後來發現我有那麼多銀行帳戶 我連銀行帳戶有250個 我幹嘛還要 玉山開那麼多紙帳戶 所以後來我就是把他放走了 裡面再用 但是如果你沒有多少戶頭 但是你需要好幾個不同戶口來做存錢 做用途的 你當時蠻適合 就是有一個玉山戶頭 然後來進行分門別類的使用這樣子 不錯 再來那個Mr.Book王 全家用拍沒有發票沒有錯 李怡謙說 玉山原始回饋除了PE 拍幣一位都很低 但是各種活動都可以combo 網控回饋沒有 也是除了固態之外 其實我覺得有一張卡電影 大家可能忘記了 就是玉山的iCash.0卡 它是網路購物 我怕回饋 而且綁定行動支部有 我怕喔 真的很好 它幾乎都可以拿來取代 國內室網的combo卡 因為呢 你只要5比699 這個其實沒有很困難 如果你是常常喜歡網購的朋友 你其實是很容易去打倒的 而且你現在就是把行動支部有回饋 這個真的蠻好的 張月華說付現金一元再刷拍 就有發票 唉唷這麼簡單太好了 我很常去便利商店就是拿那個餅乾 我以後都要先這樣子 我先付一塊錢 然後我再用PB把其他提掉 太棒了 謝謝你真的 這招真的太好 遜你馬上回頭按讚 請大家幫我按讚 感謝你謝謝 好啦 蠻多刷卡優惠活動跟外匯活動 外匯活動也不錯 我個人最喜歡的外匯放退的銀行 第一間是台銀 第二間就是玉山 所以如果你喜歡做外幣的這個投資部分 你可以考慮用玉山 玉山也是我自己的推薦 你是PTE信用卡板上面 大家最推薦的兩間銀行 台信沒有在裡面喔 來再來 客服親切 玉山的這個客服真的是很年輕 然後那個貴遠是很不錯的 有人講到說 雙11在網購消費回饋很大方 拿好拿滿 給的額度也很高 所以玉山銀行他給我的一開始的信用卡 額度是5萬 是不錯 我個人是一個人開心 它也是2019年的新審卡 很多信用卡活動沒有名額限制 真的不錯 大家可以用 活動大方名額好強 回饋乾脆 但最近的活動出現 登錄後取消卡片源回饋 反而沒有利多比較扣分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銀行發現大家都喜歡做寬報 那他自己就是會損失的這個金錢 比較多的部分 他自然而然就是會 就是限縮 這是很簡單 因為本人聽帳 頗重視網路客服 十點很令人滿意 有的可以用網路驗證 本人的業務 不會像其他銀行 揭持一下本人跑一趟 好 這個聽帳的朋友就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的直播都不會有字幕 所以可能 明明就只能夠看我的文字 這是非常不好意思 對 就是也是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如果開公司 好 我們直播再馬上有個聽打人員 在那邊擋住 讓大家可以看到文字 很不錯 對 好來再來 不好意思喔 那個 那個東風單身行不行的製作人 就敲我 我先把他就是Nuke起來 就不要影響到我們的直播 不好意思喔 看一下 關閉提醒 好 來再來趕快再來講一下 回歸可以 但是拍錢包太少 合作店家沒有 像Line Pay 加了Fogo都可以消費 而且 拍的商家 經常顯示沒有營業 真的有這麼糟嗎 那我趕快就是跟我們 拍個這個行銷角度講一下說 請他們再多拓展一些通路 我們說百貨通路 最好是可以進去那個 微風南山啊 也是玉山自己 反正有發行的銀卡 最好是這樣也是最好 壓抑 家人在玉山當貴員 雖然帥哥美女多 但是年輕人的流動力 也是銀行業最高的 蠻高的 我必須講啦 上業銀行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有業績壓力 他必須要有 好的放卡率啊 開戶率什麼的 或者是購買商品 這個層數要高 所以這個很自然而然 就是 你沒有辦法去升任這份工作 你就只能去不太走 這是沒辦法的 所以他們銀行業 總是講說那個年重用 五個月六個月 那是因為他們真的很辛苦 甚至都比我還要辛苦 這只要嘴巴 就說嘴巴講一講 然後大家就會來放卡 那他們不一樣喔 就是每天要上班 要被主管叮 這個壓力也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要體諒一下 有人講到說去銀行 有被尊重 所以很多人就是去公股銀行 只是說去華南 然後就是不受尊重這樣吧 對這個商業銀行 基本上是客戶數 會比較重視 這是沒辦法的 因為他需要客戶 對需要客戶的錢 辦卡方便快速拿到錢 大家真的對 就是玉山銀行真的還不錯 也恭喜他拿到第三個比較多